因为要看古代墨西哥展的原因又来了位于东京上野的国立博物馆。 长设展门票是1000日元,古墨西哥展门票是2200日元。 然后长设展也可以免费参观,我们就一并来看看日本馆的展出。 首先是日本古代的雕刻艺术区,展示从镰仓时代开始的佛像艺术。 基本上是1000多年来日本不同时代的精品,比如这尊阿弥陀佛木像也太好看了。 然后是日本七七艺术,这是从汉末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传统工艺,至今成为了日本国粹。 然后是武器,铠甲的展示,镰仓大铠绝对是冷兵器时代的一个独特存在。 然后是日本刀,日本武士刀宿有冷兵器时代世界三大名刃之一的圣誉。 这里详细介绍了日本刀的源流与区别,还是很长知识的。 很多欧美游客对这里的兴趣也最大。 下一个区域是日本的瓷器区了。 日本瓷器有六摇石烧的说法,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以九州和中国地区的瓷器产业最为文明。 得益与中国明清时代的风冠近海,以及欧洲对中国瓷器的大量刚需。 日本一万里的有田烧,以及唐尖烧,萨摩烧,美农烧等得到了大量的贸易机会。 那个时代大量模仿中国景德镇的瓷器,经荷兰商人而出口到了欧洲。 比如这些有田烧,基本都是中国的饰样,也是当时萨长等地方强翻的贸易收入的一个大项。 所以在日本有大量的仿中国瓷器的存在,从三四百年前就开始了。 做日本回流瓷器的水可太深了,因为很多仿品本身就是古董瓷器了。 东京博物馆厉害就在于比较正式这段历史,大大方方地展示了当时的这些作品。 然后下一个区域是日本的传统医学,算中医药的一个分支。 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,到日本的一本,发展到日本的大和本草。 相对于现在中国人对传统中医的不屑一顾,日本人把这些正视为自然科学与医学的起源。 感慨于日本人精益求精的态度,可能正因为此,今天日本有两百多家药厂生产汉方药。 当我们还在为中医能否治病而吵架的时候,日本的汉方药已经占据了现代中药90%的市场份额。 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? 参观了一半,还有个日本庭园可以稍事歇息。 这里据说看樱花是个名所,有个荷花池,后面的草堂是从京都移过来的。 庭园的入口在平城馆边,在本馆这个平台可以远眺一下。 然后是后半区,先是介绍了北海道与冲绳的历史。 有一些文字以及文物的展示。 感觉北海道阿依努人的东西很像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样式。 这个树皮做的宽袍大秀还挺有意思的。 最后是日本的绘画与现代艺术区。 在18世纪,日本的绘画还有大量的中国元素,比如这个以陶渊明为圆形的屏风,适合魂塘风的代表体现。 这是日本有名画家绘制的中国长江的风景长卷,好一幅气势磅礴的巨浮水墨画。 这是日本参加1883年荷兰万国博览会时选送的瓷器。 记忆已经不逊色于中国瓷器了。 最后出口部分是一个礼品区和图书区,也非常有设计感。 特别是这个图书长廊,以及镜头的大书架,感觉拍照一定会很出片。 各种关于日本历史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的书籍,真的是琳琅满目。 里面有大量有关于中国历史、艺术的书籍和画册,感觉特别有价值。 还有很多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书籍,以及介绍中国艺术史、文化史的小册图书。 日本出过很多著名的汉学家和考古学者,喜欢这方面的朋友可以来逛逛。 在这里就逛了差不多三个小时,感觉不需此行。 谢谢观看,再见。